我们进入第二讲,数据流读设计 在这一讲当中,我们首先介绍数据流读的一些基本知识 主要是它的基本符号的表示 以及数据流读的设计原则和数据指点 然后再讲解几个点心的例子 我们首先看数据流读的基本符号 那么所谓数据流读通常简称为DFD DFD 第一个D是数据,Data F是流,Flow D,第二个D是图形,Diagram 所以DFD它是描述数据处理过程的一种图形工具 它从数据传递和加工的角度 以图形的方式来描述数据在系统流读中的流动和处理的移动 变换过程 反映的是数据的流向 自然的逻辑过程和必要的逻辑数据层出 在数据流读当中 通常采用四种基本的图形符号 也就是说任何的数据流读当中 都只能使这四种符号 也必须要包含这四种符号 缺一不可 第一个圆形表示加工 也有处理的过程 在这个圆形当中就注明加工的名字 或者是编号 再说我们登录 那么这里几个登录 加工的名字 当然也可以用编号用123这样来表示 尖头表示数据流 一般的情况下 在尖头的左边这个上面这里 写数据流的名称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里只剩的是数据流 而不是空置流 不是一些空置信息 那么同一个数据流 在经过了加工以后 可能有不同的输出结果 你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面粉 面粉经过加工以后 可能变成了面条 也可能变成了馒头 这主要是加工的功能 对数据流 进行了处理 那么有流进就有流出 这样一个概念 在同一个数据流图上 不能有同名的数据流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数据流 只向一个加工 或者是从一个加工当中 输出两个以上的数据流 那么 这些数据流之间 往往存在一定的关系 像这些关系 这样一种表示 这是流路 A是流路 B和C是流出 那么这样一 这个圆形就加工了 这样一种表示形式 就是 有了A 在一种输入以后 经过了加工 就会有B的输出 或者是C的输出 或者是两者都有 就A 输入就会出B 或者出C 或者是出B和C 这样一种表示形式 在这个图当中 就表示 A或者B有一个存在 就会有C 只要有一个 A也可以 B也可以 输入到加工里面来 经过加工以后 就会产生C 这个数据流 第三种方式 实际上一个新号 在这个地方 就表示 A输入以后 就会输出 B和C B和C 会同时出现 而如果用这个符号 表示的话 这是一个医护的符号 就表示 A输进来以后 可能有B 可能有C 但是不能同时有B和C 不能同时有B和C 所以这是用新号 和用这个医护符号 表示的区别 同时如果这个新号放在左边的话 表示 A与B同时存在的时候 才会有C 这表示 所以这是在同一个数据流度上的 同一个加工而已 它的输入 与输出数据流之间的 一个关系的表示 第四种符号 第三种符号 就是数据乘数文件 一般是用刷横线来表示 但是有关数据乘数文件表示方式 在各种不同的教材上 表示方法也不一样 有用这两个横线表示的 也有用这个半框形表示的 或者这种半框形表示的 但基本上不缺少这两个横线 也就这两个横线 这种箭头 表示沉进来或者取出去 有一个读和写的过程 一般把文件名是写在中间 写这个中间 或者这样的形式的话 就写在这里面 所以数据乘数文件 在数据流度当中 它收起的作用 是保存数据 所以有时候简称为数据乘数 这种数据乘数文件 既可以是数据库的文件 也可以是任何形式的 一个数据组织 所以这个丢向 丢向数据乘数文件的 这样一个数据流 我们可以理解为 写录文件 或者是查询文件 而这种数据乘数 所流出的数据流 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种文件图数据 或者是得到了查询的结果 第四种符号 是一个矩形 表示数据原点 或者灰点 一个终点 原点或者终点 只表示数据流入当中 要处理的数据的输入来源 或者是处理结果 要伸往的地方 在数据流入当中 只是作为一个符号 并不需要 并不需要 以任何的软件的形式 来进行设计和实现 它是系统外部环境中的实体 所以也称为外部实体 你像我们软件当中 我们的用户 操作员 它就是一种外部的实体 这种外部实体 是作为系统 与系统外部环境的 一种接口界面 在实际的威力当中 它既可以是能 像我们刚才讲用户 当然它也可以 是其他的软件系统 所以要在这个方框当中 写的名字来表示 是外部实体的名字 一般来讲 这种外部实体 只出现在分成数据流入当中的 顶正度当中 所以这是DFD图 所使用的 十种基本符号 在任何一个数据流入当中 都必须有这四种符号 其只能是这四种符号 我们先看一个数据流入的例子 这样会对后面的讲解有所好处 这是一个简单的数据流途 这是加工 刚才我们讲了 用圆形表示 添加房屋 是加工的名次 也可以用标号来表示 标一 这种符号的标记 然后这个都是键标表示的都是数据流 这是数据流的名称 添加新的房屋 然后这是两横表示的 是一个数据乘处文件 这是网组文件 因为这不是一个顶正数据流途 所以在这里面 没有出现 外部的实体 假设有外部实体的话 那么我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是个举行 更新房屋信息 假设我这是管理员 是吧 这是一个管理员在这里 来更新房屋的信息 所以这是个基本的数据流途的情况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为了增加数据流途的清晰性 防止数据流途的 这个见头线太长 减少交叉徽数据流的条数 所以一般在一张图上 可以重复同名的数据远点 终点与数据乘处文件 比如 某个外部实体 它积入数据远点 又是数据灰点 像我们刚才讲 这个操作员 它可能 积入数据远点 又是数据灰点 它发出指定信息出去 最后可能有关信息 经过加根以后 假设要打个比方 可能会从这里又丢出来了 就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在数据流途的 不同的地方 来进行重复的绘持 为什么呢 让我们刚才 我从这里流出来的话 因为这样的线不交叉 我就可以画到这个地方了 而如果我要从这里流出来 怎么办呢 我要从身份 验证这里 我要流出到这里来 那么如果把这个线 这样划过来的话 就会有其他的线 甚至加工 进行交叉 所以我们不这么做 要在这里面 再画一个 这样的外部实体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我从这里流出来 从整个系统来看 这个外部实体 和左边的这个外部实体 是同一个实体 同一个实体做两个来画的目的 刚才讲了 主要是防止 这样一些间线的交叉的情况 所以在整个 数据流途的挥制过程当中 我们都要注意 要自外向内 自顶向下 逐步细化 所以为了表达 比较复杂的问题的 数据流途处理的话 一般是分层来进行的 这些分层 我们刚才讲了 是要自顶向下 逐步细化 逐步细化的过程 先是顶层 然后一层二层三层 一直往下分 所以在整个软件设计的过程当中 始终的一个结构化的原则 由自顶向下 逐步求情 第二个就是要保持 浮图与止图的平衡 这一点很重要 在考试当中 往往就会考这个原则 这是什么概念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为了表达比较复杂问题的 数据处理过程 一般 一般用一个数据流图 是不够的 应该要对于问题进行 支顶向下 逐步囚禁 逐步分解 这样 就以分层的数据流图 来反映这种结构关系 根据城市关系 一般是将数据流图 分为顶层数据流图 中间数据流图和底层数据流图 分为顶层的 进行分件 然后再进行分件 这是顶层的 中间的 底层的 所以除了顶层数据流图以外 其余的分层数据流图 从顶开始变号 这是顶层 这是一层 然后再往下分 这是二层 所以对任何一层数据流图来说 它的上一层就成为复图 而下一层就成为止图 所以都是相对的一个概念 对一层而言 顶层 它是一个复图 而二层是止图 所以我们在讲 要复图与止图 要保持平衡 因为顶层数据流图 通常就整个系统作为一个架根 作为一个架根的 这就是一个我们要开发的系统 这是一个输入 这是一些输出 这就是顶层数据流图 通常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输入的数据流图 和输出的数据流图 就是系统的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 它表明的是系统的范围 以及与外部环境的数据交换关系 而底层的 最下面这一层的 它的数据流图 是指加工不能再细分件的 一个数据流图 所以我们往往把这种加工 成为原子加工 它不能再分了 叫原子 原子加工 而中间这些层次的 数据流图 是对孵图的 某一个加工的 所进行的西化 所以它的某一个加工 也可以再次西化 所以指图再有指图 那么这中间层次究竟有多少层呢 根据系统的复杂情度而言 所以不管有多少层 任何一个数据流的指图 必须与它的上一层 伏图的某个加工 进行对应 你看我们这个图 这一层一层一层图 那么它所对应的是 定性度的第一个加工 那么这就1.1 1.2 1.3 是这样一种编号的形式 所以指图与复图的输入数据条 和输出数据条 必须要保持一致 这就是指图与复图的平衡 所以复图与指图的平衡 是数据流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兴趣 也是经常要考察的一个原则 就像我们刚才讲了 定性度这个加工1 我们把它画大一点 这个1 它有两条输入 一个叫A 一个叫B 有一个输出 叫做C 那么对它进行分音界以后 已经分音界这三个指加工了 那么1.1 1.2 1.3 这三个加工 那么从整个这三个加工这个系统来看 它必须得也有输入 A 也有输入B 当然 这个A和B究竟是输入到1.1 1.2 还是1.3 这个要根据实质情况来看 但总的来讲 必须必须要有A和B的输入 必须要有A和B的输入 同时经过某个条件以后 它必须要产出某个C 当然 跟刚才输入一样的 究竟是哪一个加工 产出 根据情况在定 但总的来讲 你反正是要出这个C的 这就叫做 孵图与止图的平衡 当然 我们一讲这里肯定有个A 肯定有个B 并不一定将它的名字 要完全一样 既可以完全一样 也可以不完全一样 你假如说 这个A 可以分解为A1 A2 A3 三个部分 那么我在这里 我还就可以输入A1 这里输入A2 然后再输入A3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但是整个A1 A2 A3组合起来 还是A 就像这种平衡 不是讲完全相同 不是讲完全相同 但整个组合起来 应该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要根据数据支点的情况 看在数据支点当中 这个A1 A2 A3 这三个数据流的组合 或者合并 是不是就是A 如果是的话 它还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对于第四个价格 它到了指图以后 分成了三个 10.1 10.2 10.3 它有一个输入 定货单 有一个输出 提货单 然后到了指图以后 对整个指图而言 有三个输入 输量 账号 客户 有一个输出 定货单 低货单 所以这个指图与输出 它是平衡的 因为输出的话 它是完全一样 这个就不要考虑了 都有一个输出 而输入路的话 这里输出 虽然是一个订货单 但是指图 我把这个订货单 已经分成了 客户的名称 账号 所定的数量 这三个输入 你把订货单 进行了分解 所以这也是平衡的 值得说明的是 如果把第一货单 放到这个地方来 这是第一货单 这里没有输出 或者是输出了 其他的东西 那么这个指图与辐图 是不是平衡的呢 所以不是平衡的 因为这个离货单 从10.2到10.3的话 它是系统内部的 一根数据流动情况 没有流出去 所以对于整个这个 10.1 4.2 4.3来看 它是没有输出的 因为这个4 所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大权 它没有输出 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 是离货单的话 那么这个指图与辅图 是不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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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情况 我如果把账号放到这地方来 而这里没有输入账号 假设订货单就等于客户 加上账号再加输量 那么这样一来 它也是不平衡的 因为这个比较刚才和输出是一样的 它的内部的东西没有从外部输出来输进来 所以它也不是平衡的 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个原则 是对整个加工而言 因为第四个加工分解为三个加工了 所以这三个加工作为一个整体 要与这前面一个加工 对应的输入和输出 这是第二个原则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一个幅图与指图的平衡问题 第三个原则是要保持数据守恒 什么叫做保持数据守恒呢 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平衡的概念 也就是说 一个加工所有的输出数据流当中的数据 必须能够从加工的输入数据流当中 直接获得 这个什么概念 我们在这个加工 这里有个输出了 这个输出哪来的呢 所有守恒啊 像能量守恒一样的 你有输出就必须得有输入 那不可能是没有东西输入 你就偶然就有个输出了 这就不守恒了 所以所有的输出数据 必须得有输入数据产生的 就好像我们有个加工厂 你成天只看见它往外面拿面粉 出面粉 但是你从来就没有看见它从外面经过原料 那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你要出面粉 你要进大麦 进小麦 有麦子才出面粉 这体现的是一个数据守恒的规则 而且还要求每个加工必须要有输入数据条 和输出数据条 我们刚才讲的是输出与输入产生的 而如果一个加工屋只有输入 没有输出 这也是不对的 这样的话 这个数据输进来以后怎么被你吃掉了 就没有了 还是我们刚才这个例子 一个加工厂 你成天只看见它往里面拿麦子 从来就没有看它出个货 所以这个加工厂肯定也是不正常的 所以每个加工必须要有输入数据条 也要有输出数据条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这个加工的数据来源和加工变换的结果 一个加工的输出数据流 只由它的输入数据流所确定 一个加工的输出的数据条 只是由它的输入数据流来确定 还是我们刚才这个加工厂 我说运进来的是小麦 如果我运出去的不是面粉 而是大米那就奇怪了 肯定有问题 是不是 所以讲你输进来的是小麦的话 你输出去的肯定是小麦有关的东西 或者是面粉 或者是面条 或者是馒头都可以 但不能出大米 实际上加工的输出的数据流 只能由它的输入数据流来确定 最后 任何数据流都必须要经过加工 也就是能和数据流 必须要经过加工 或者是从加工流出来 不可能存在 从外部实体 到外部实体之间的一个数据条 这是错误的 也不可能存在从数据层出 到数据层出的一个数据条 这也是错误的 因为在前面我们所讲的四种符号 就这四种实体 加工 文件 数据流 所以这两种情况都是错误的 当然这也是错误的 或者是这种情况 都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 在数据流读考试当中 要能指出哪些数据流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就要记住了 如果某个数据流没有经过加工 单独是在外部实体之间 文件之间 或者文件与实体之间的 这些数据流都是错误的 这都违反了 数据守恒的一个原则 第四个就是有关加工的细节隐蔽问题 由软件设计的一个基本原则 我们应该知道 就是隐蔽性原则 抽象性原则 那么在画幅图的时候 就只需要画出加工和加工之间的关系 没有必要画出各个加工历部的细节 当某种数据流读当中的数据层出 不是复读当中相应加工的外部接口 而只是本读当中某些加工之间的数据接口的时候 那么这些数据层出 就局部的数据层出 我们打个比方 我在某一层数据流读当中 有三个架构 假设三个架构 那么如果这里面有一个文件 我假设第二个架构 这是第三个架构 从这里取了数据 经过加工以后 传给了第三个 第三个架构完以后又成绩来了 假设有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数据文件 对整个外面系统来看的话 是不可见的 因为它不是整个系统的一个输出 也不是整个系统的一个输入 它是它局部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把这个数据层出 叫做局部的数据层出 所以为了强调局部深居层出的一个隐蔽性 所以一般情况下 局部数据层出 只有作为某些加工的数据接口 或者是某个特定加工的输入和输出的时候 才划出来 否划出来 否则就不要画出 你假如说 我如果某一个数据层文件 数据层出 只与 这一个文件有关 至于这个 陈处有关 与这个加工有关 至于这一个加工有关的话 那么这个 就可以不画出来 可以不画出来 在这一程当中不画出来 但是对这个一进分界以后 对一进分界以后 那就分界1.1 1.2 1.3 假设是这样子 是吧 我如果这里还有一条线 又返回去了 但点凋数据的都是与加工一有关 与加工二和加工三都没有关系 那么在这个 这个n程度当中 就没有必要画出来 但是在n加1程度当中 在这里面的话 因为它既然有 输出的 也有输入的 那么在这边可能是1.1 就这个数据采取的 可能是输出 而1.2 1.3 是输入 所以它就变成这个形式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画出来了 而在前面这一程当中 在它的幅图当中就可以不画出来 因为只与一个加工有关 所以这叫做加工细节的隐蔽 第五个原则 是简化加工之间的关系 在数据流通过程中 在数据流通过程中 加工之间的数据流通过程中 就相对越独立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简化 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因为按照 软件设计的原则 这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 高内聚 低恶合 因为你两个 加工之间 数据流越多 那么这两个加工 它的关系就越复杂 而最后在软件实现的时候 一个加工可能 就是一个模块 那么这两个加工之间的 数据流很多 那么它的关系就很复杂 恶合性就很高 所以这是有为 软件设计的 基本原则的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减化 加工之间的关系 尽量的减少 加工之间的 输入 输出 数据流的数据 第六个原则是均匀的分解 也就是 应该要使每一个数据流当中的各个加工分解的层次大致要相同 你假如说我们这三个加工 如果第一个加工还可以分五成 第三个加工还可以分一十八成 那么这就不叫均匀分解了 那么就应该对第三个加工在这里面再继续分 把它分细一些 因为它可能太大 所以分四个加工 就是这样子 要均匀的分解 使每一个加工 的分解层次 要大致的相同 第七个原则 可以适当的为数据流加工和硬件 或者外部实体命名 这个名字应该要反映这个成分的实质含义 要避免一些空洞的名字 你从名字就可以直接知道 它的含义 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加工厂 那么这里是小麦 这里是面粉 取这种实在的名字 第八个原则 就是要忽略一些知己问题 应该要集中精力 在主要的数据流上面 可以暂时不考虑一些例外的情况 出出处理 等知己性的问题 第九个方面 我们要注意的 就整个数据流度当中 所表示的是数据条 而不是空置条 有关的空置信息 不能出现在数据流度当中 这也是数据流度与流程图的区别 数据流程图的箭头是表示数据条 而流程图 它里面的箭头表示的是空置条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讲了 有关数据流程图的设计基本原则 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求我们掌握的 平衡原则 手衡原则 印刷原则 考试当中经常考达的也就是这三个原则 这三个原则 像我们刚才讲了 哪些也是打差的 这个也是打差的 这就表示要指出 哪些数据流是错误的 还缺少哪些数据流 就像这种情况 是要划出来的 一个加工必须要有输入有输出 这就缺少的数据条 同时根据手衡 也是根据平衡原则 有些数据条在副图上面 是一条进来 但它指图里面可能有分一路干条 所以这些考察的数据支点 有关的合并问题 我们后面会接触介绍 有关幅图与指图的平衡 数据守恒 细节隐蔽 这三个原则 我们始终是要牢记在心 每拿到一道这样的尸体 我们首先就要根据这三个原则 来检查尸体所揭出的数据条图 下面我们再简单的介绍数据支点 数据支点 它的任务就是要对数据条图当中 所出现的所有的被命名的图形元素 在数据支点当中作为一个词条来加以定义 这样就使得每个图形元素的名称 都有一个缺切的解释 我们数据支点描述的内容 可以有数据流 数据文件 加工 实体 在数据流和数据文件 这个词条的数据支点当中 就有一些数据结构 对于数据结构 常用的描述 就采用了定义的方式 像我们屏幕上这个表 就是数据结构定义的方式 所出现的一些符号和它的含义 要等号就表示被定义为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定货单等于 商号 加客户名称加数量 所以这加就是语 就是语 定货单等于客户名称 加账号加数量 也就是说表示 一张定货单 是由客户名称 账号和数量 这三个部分组成的 第三种符号 是在中括号里面 来表示的 是表示货 这有两种方式 或者等于等号 或者是这个 就货的符号 就是A或者B 你讲讲这个 存款的依据 就等于 存责 或者是存单 既可以是乘责 也可以是承担 那么就可以表示这种形式 花和乎表示的是重复 某一个数据 数据条当中 可能由六干个同样的东西组成 所以六干个既可以是零个 也可以是多个 所以用花和乎表示 假设我们学号 学号就等于什么呢 因为一般我们的学号 都是数字 是吧 什么2006-708 这样一个学号 那么它所表示的 可能就是六干个数字 这些数字 可能是0到9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它是数字的一个重复 然后括号 表示可选的 就表示这个元素 A在X当中 既可以出现 也可以不出现 我们还是讲学号 学号我们一般是用数字来表示 刚才讲了 2006-0708 或者2006-7班8号 一般是这种编码形式 但是我有时候我为了区分是男同学 女同学 2006-07-08M 就表示8号是个男同学 那么这个M就是可选的 所以用括号来表示 在数据字典当中 在数据字典当中 虽然有四种 不同类型的条目 就是数据箱的条目 数据流的条目 文件条目和加根条目 每一种条目都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一种形式来进行定义 所以数据箱的条目 就各出了某个数据单箱的定义 通常就是数据箱的齿的类型 所以允许的取之范围 这样一些信息 数据流的条目 就各出了某个数据流的定义 通常是列出 数据流的各个组成的数据项 就像我们的订货单 这个数据流 它有三个数据项 有客户名称 账号和数量 三个数据项 账号这个数据项 它是一个字符型 它允许取之范围 可能是一号到一百号 这个数据项的条目 先入数据流条 对数据流所组成的数据项 再来进行定义 第三种条目是文件条目 文件条目 所揭出的 所以我们所揭出的 是某个文件的定义 它通常也是 抵出文件记录的组成数据项 你假如说我是这个 订货单文件 所有的订货单所组成的文件 那么他可能就会表示有订货单号 订货单的K5名称 订货单的数量这些信息 它也是一些数据项所组成的 当然它也可以指出文件的组织形式 那叫我们订货单的文件 那么我们可以按订货单的单号的顺序来进行排列 这样一种特殊的信息 也可以包含在文件条目当中 最后是加工条目 加工条目就对数据流入当中 每一个原子加工的精确说明 要说明这个加工是做什么的 就包括激发了解 优先计 做执行的频率 处处的处理 等等这样一些信息 那么常用的加工逻辑描述就几个话的语言 有判定表 判定数 这样一些信息 有关这些数据字典的详细情况 我们在上午的软件工程这一讲当中就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只是为了后面的列列列讲解的需要 又进行了简单的回顾 所以在这里没有进行很详细的讲解 在理解了我们前面所讲解的有关数据流度设计的原则和数据字典的基本知识以后 接下来我们学习有关的点心列列列 通过对这些列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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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一反三 首先我们看 例的一 这是2004年 11月的 41 某读书管理系统的 主要功能 是读书管理 和信息查询 对于初次接书的读者 系统自动生成读者号 并与读者 基本信息一起 写入读者文件 所以读者基本信息 就包括 姓名 单位 地址 系统的读书管理功能 分为四个方面 勾入新书 读者接书 读者还书 以及读书俱销 下面是对四个功能的描述 第一 勾入新书时 需要为该书编制 路口单 路口单的内容 就包括 读书分类目录号 书名 作者 作者 价格 数量 和勾书的日期 将这些信息 写入读书目录文件 并修改文件中的 库存总量 所以库存总量 它是表示 到目减为止 勾入 词证读书的数量 第二 是读者接书 读者接书时 是联系 接书单 接书单的内容 就包括 读者号 和 所界读书 分类目录号 系统首先 检查 该读者号 是否有效 若无效 则拒绝接书 若有效 则进一步检查 该读者 已接读书 是否超过 最大限制书 假设每位读者 能同时 节约的书 不超过500 若已达到 最大的先知数 则拒绝接书 否则允许接书 同时 将读书分类目录号 读者号 和 节约日期等信息 写入 接书文件中 第三 是读者完书 读者 还书的时候 需要联系 还书单 系统根据 读者号 和读书 分类目录号 从接书文件中 图出 与该读书相关的 节约标记 标明 还书日期 再写回到 接书文件中 如果读书 预期 则处以相应的罚款 第四 是读书的 注销 注销读书时 需联系 注销单 并修盖 读书 目录文件中的 枯成总量 系统的 信息查询功能 主要就包括 读者信息查询 和读书信息查询 集中读者信息查询 可得到读者的 基本信息 及读者节约读书的情况 读书信息查询 可得到读书基本信息 和读书的接触情况 那么这样一来 根据这些描述 整个读书管理系统的 顶层图 就像我们下面的图 顶层图是第二个图 那么加根二是第三个图 就是顶层图 这是顶层图 这是一层图 是二的这个加根 二加根的一个分解 分解2.1和2.2 所以在顶层图当中 我们前面讲了 通常只有一个加根 就是这个系统本身 就读书管理系统 而这有系统时钟 举行表示 是外部的实体 那么这个系统当中 有系统时钟 有读者 有读书管理员 这样一些 外部实体 然后箭头 这都是工作流 对读书管理系统的言 管理工作请求单 查询请求信息 读者信息 当前日期 这都有输入 输出有罚款单 有读书的情况 有读者的情况 有非发请求信息 在定义生图当中 有三个加根 分别是处理管理请求 处理查询请求 登记图写信息 然后第二个加根 处理查询请求 又分为两个字加根 分别是2.1 图写信息查询 和图书信息查询 又根据我们前面的描述 在这里讲了 查询功能 就是读者信息查询 和图书信息查询 就是这样一些功能 那么根据这个描述以后 已经画出了这三个图 那么我们看下面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 数据流度二中 有两条数据流是错误的 请指出这两条数据流的起点和终点 第二个问题 数据流度三中 缺少三条数据流 请指出这三条数据流的起点和终点 第三个是一个数据支点的 一个实体 我们等一下再讲 先看问题一和问题二 问题一是属于指出错误的数据 问题二是缺少的数据条 这是典型的两种考法 在以前的考试当中 往往只是简单的抽掉了一些指图的输入输出数据流 所以这样的题型比较简单 只要知道了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有关数据流读设计的一些基本原则 就很容易进行解答 但是在这道实体当中 有了一点的变化 所以我们把它来讲解 作为典型例题 但是不管怎么变 顺便不理其中 最终用到的 还是我们前面所讲解的基本原则 我们首先看定义认图 因为根据问题 定义认图有两条是错误的 我们来看 那么要指出定义认的数据流是错误的 我们就需要把定义认图 和定义认图进行比较 因为定义认图 是定义认图的一个指图 根据孵图与指图的平衡原则 来检查哪些数据流是错误的 那么这样通过对比 我们刚刚来看了 在定义认图当中 图书管理系统 有四个输入 输出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输出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是管理工作请求单 在这里管理工作请求单 作为一个输入 输出到输入到第一个加工里面来了 这就是有 查询请求信息 查询请求信息 是作为第二个加工的一个输入 数据流 有 读者信息 读者信息 是作为第三个加工的一个输入 这是有 然后当前日期 当前日期 是由系统时钟输进来的 在这里面也是作为第一个加工的一个输入 当前日期 所以顶身读的四个输入 在顶身读当中都得到了体现 下面我们看输出 读数情况 读数情况 读数情况是作为加工的一个输出 有 读者金框也是加工的一个输出 因为加更二是处理查询请求的 查询请求就包括图责信息和图书信息 这两个都有 这种输出我们还是用这个插号来表示 还有一个输出就是罚款单 在这里有罚款单 还有一个输出 非发请求信息 非发请求信息 在这里没有 而在停阵阵图当中多了两个数据流 非发管理工作请求单 和非发查询请求信息 这就是定阵阵图跟定阵阵图不相同的两个数据流 也就是说在定阵阵图当中非发请求信息 丢掉了 而多余了另外两条请求信息 那么这就是问第一所指的两条错误数据流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 因为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原则 在复读当中一条数据流 可能分件为止图当中的logan条 数据流 A 他可能分为A1LL3A1LL3组合成A 这样一个数据流 我们前面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现在找出的问题 就是顶阵阵少了一条了 再多了两条 少一条多两条 现在就在黑队 究竟是不是这个错误 从流程上来看 缺小的是非发请求信息 而多余的都是非发的 也都是请求信息 请求单码和请求信息是类似的 所以它都应该属于非发请求信息 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 非发管理工作请求单 和非发查询请求信息 它应该都属于非发请求信息 所以可以把它合并成 顶阵图当中的 非发请求信息 所以这个不是问题 那么我们就看 还有什么问题 现在剩下的就是在这里有一个读者文件 与读者文件相关的 还有两个数据留在这里 对读者文件而言 这个处理查询请求 这个加工是对它进行写 而登记读者信息 是对它进读取信息 处理查询请求 它应该要完成的功能 就是查询出读书情况和读者情况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试的描述当中 可以得到软用的假 系统的信息查询 主要包括读者信息查询和读书信息 所以它出的结果本身是没有错 有读书情况和读者情况 并且也是与点心图相对应的 那么在查询过程当中 根据拥护的查询请求信息 它要查假设 要查系统分析师 继续指南 这本书的信息 那么就输进来 系统分析师继续指南 然后输出的 就是系统分析师 继续指南这个书的情况 作者 出版社 选择价格 等一等情况 那么到哪里去查呢 所以这里面没有输入 没有输入 所以讲对于读者文件而言 他所节约的一些信息 应该是从反一个方向 输入输入 接到了查询请求信息以后 从读者文言当中取出相关的记录 来进行查询 同样情况 第三个架构 是登记读者信息 输入的是读者信息 它没有输出 没有输出 这也违反了 一个数据守恒的一个规则 数据守恒规则 有输入就要有输出 因为我们前面打了个很简单的比方 这是一个加工厂 是吧 这里面是这个面粉 老是经面粉就没看到出过面条 这是不对的 所以它有输入 经过加工以后 就应该还有输出 输出什么东西呢 用在这里面输入的是读者信息 加工的功能是登记读者信息 登记到哪去呢 应该要登记到读者文件 所以这里也是反向的 应该是作为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数据流 就应该从第三个加工 到读住文件 读这文件 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那么问题一 要指出脸聊错误数据流 它的起点和终点 那么就是这样了 就是把这两个应该反向 也就是说 从二处理查询请求 到图这文件 和从图这文件 到三的一个数据流 另外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 在加工二段西化图当中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数据流 你看方向就是读这文件 到2.1的 实际上对第二个加工来言 读这文件信息 是一个输入的信息 所以我们有这一条这个 数据流 你可以知道 在这里面这个箭头是反向的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定音信息组当中 错误的数据 在解答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用的是 指图与复图的平衡原则 通过进行检查 指图与复图是平衡的 虽然有一条数据流名字不同 但是因为在定音信上的 或者讲的复图的数据流 到了指图以后 可以进行分解 分解成两条了 这两条合并以后 还是等于复图的一条 所以总的来讲 指图与复图是平衡的 我们检查的这两个数据流 是通过分析 在定音信读当中 对读解文件的操作 以及对于加工而言的 数据守恒的一个规则 来对出它的错误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 是将数据流度三当中 缺少三条数据流 所以我们要看看是哪三条数据流在这里 因为第三个数据图图 是对定音信读的一个系 而第二个加工的一个系画 把第二个加工 就系画为两个 分别是读这信息查询 和读书信息查询 那么要找出它缺少什么数据流的话 按照同样的方法 我们先使用复图与指图的平衡原则 先看看定音信读和一证图 相对应的数据流的情况 先看输入 当前日期 当前日期 这里是第二个加工 所以第一个是查询请求信息 查询请求信息 这是一个输入了 我们刚才讲读这文件的一个输入 所以在这里有读这文件的这个输入 输出只有三条 读书情况 读书情况 读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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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发查询请求信息 所以大家注意了 在这里面 非发查询请求信息这个数据条 到了一证图以后 也进行了分解 分解为两个 非发查询 非发查询图书请求信息 非发查询图书请求信息 所以这两条 对应的是这一条 因此来讲的话 在零证图加更二的输入和输出的输入 在一证图当中都有 他没缺 那缺什么呢 所以缺少的话 应该是他内部的一个数据流的情况 另外这个查询请求信息 他也分了两个 一个是查询图的请求信息 查询读书请求信息 也分成了这两个 指的数据流 所以数据流是跟负图是平衡的 对应的 但是问题要告诉我们 要么求 他少了三条 少了哪三条 根据 指图与负图的平衡原则 那么少的这三条 肯定就是2.1和2.2之间的 或者是2.1 2.2与文件之间的 所以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要根据 试题的描述 来找到相应的答案 那么试题的描述就在这一块了 这个前面是分的读者信息查询 和读书信息查询 其中读者信息查询 可得到读者的 读者的基本信息 以及读者节约读书的情况 而读书信息查询 可得到读书基本信息 和读书的寄出情况 这样一来的话 就很明显了 有关读者的信息查询 应该要用到寄书的文件 因为你这里面是要他借书的情况 而借书的情况 是在借书文件当中的 所以这里面 你要查询读者信息的话 不但要有读者文件 还要有借书文件 所以应该要增加一条 从借书文件到 读者查询的一条数据条 同样的情况 还要增加一条 从借书文件到 读书信息杂询的数据条 用读书信息杂询 除了读书的基本情况以外 还要有读书的节约情况 所以他也是在借书文件当中 同时 因为他还要看读书的节约情况 所以应该还要从图书目录文件 到一个 读书信息杂询的一个数据条 因为他要查询读书的基本情况 而读书的基本情况 就在读书目录文件当中 所以我们根据实体描述 来发现缺少的 这三个数据条 所以这是问题二 是缺少的三条数据条 因缺少数据条 或者错误数据条 网年尸体都可以根据 复途与止读的平衡原则 找出错误的或者缺小的 但是在这道实体当中 根据平衡原则 找不出错误的 或者是缺少的 所以要根据实体的描述 来体检 他应该所缺少的数据条 或者数据条的方向 第三个问题是数据字典 根据系统功能和数据流图 点从下列数据字典条目中的 一和二 查询请求信息 就等于查询读者请求信息 或者是查询读书请求信息 读者的情况 就等于读者号 加姓名 再加所在单位 再加上节约情况 节数情况 所以我们要注意了 这个节数情况 是用花货乎 花货乎表示什么呢 大家是不是记得 表示一个重复的过程 就接书 他可能一个人可以接五本书 那么这就五条记录 所以是一个重复的过程 然后要我们点的就是 管理工作请求单和路库单 管理工作请求单 那么管理工作 有哪一些呢 这里就讲了 有四个方面 有沟路新书 读者接书 读者还书 读书住校 而沟路新书的时候 就需要回该书编制录库单 读者接书的时候 要联系接书单 读者接书的时候 要联系缓书单 要联系注销单 要联系注销单 所以 他的管理的 工作请求单 就有四种情况 有路库单 借书单 还书单 和注销单 这四种 这四种是一种可选的情况 根据数据流度里面 数据结构的描述 可选的用增幅核 然后中间 用一根书线来分开 这种路库单 这种借书单 这是还书单 这是注销单 当然 有关这四个单子的顺序 可以交换 但是我们一般 是按照 实际描述的顺序 来进行对应 那么这样一来 这第一空就完成了 所以主要是考察 有关数据 图图的一些符号 结合 实际的描述 来得出这些信息 第二 路库单又等于什么 路库单等于什么 那么我就要看 实际描述 该出的路库单 有些什么信息 这里写了路库单的内容 就包括 读书的分类目录号 书名 桌子 价格 数量 和 购书日期 所以这写的很清楚 就会出了 所以叫路库单 所以叫路库单 它就等于 非类目录号 再加上书名 加上书名 加上价格 加上书量 再加上购书日期 相对来说 这个实体 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实体当中 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路库单有哪些内容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转换为 数据字典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这个第一个例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的 这是2005年5月的一个实体 学生租书服务系统 帮助学生 在就学的城市内 找到所需的住房 系统对出租的房屋信息 房租信息 需要租房的学生信息 即学生和房租的灰面信息 进行管理和维护 房租信息包括 姓名 地址 电话号码 以及 系统分配的 唯一 身份 标示和密码 房屋信息 就包括 房屋地址 类型 适合租租 适合租租的来因素 房租 房主的ID 以及 现在 是否可以出租 然后 例如 由于装修原因 需等到装修后 才可出租 或者是房屋已经被出租 出租了一个标识 每当房屋信息发生变化时 房主 需通知系统 系统将更新房屋文件 以便学生能够获得准确的可租用房屋信息 房主向系统中加入可租用的房屋信息时 需交纳一定的费用 由系统自动给出费用信息 房主可随时更新房屋的各种属性 学生可通过系统查询现有的可租用的房屋 但必须先在系统当中注册 那么注册的话 学生的信息 就包括姓名 现在的租资 电话号码 出生日期 性别 以及系统分配的 微移标识和密码 如果学生希望租用房屋 则需要发出租房请求 请求中就包含房屋的详细信息 系统将安排学生于房主灰面的时间和地点 并将灰面的信息通知学生和房主 灰面信息就包括灰面的时间 低点以及灰面双方的基本信息 系统将记录灰面信息 那么这是整个一个系统的描述 然后也描述 然后也描述了 顶层图 顶层图 和一层图 这是顶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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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对第三个加工的 一层图 第三个加工在这里 这个一层图 这个一层图 所以在顶人层图当中 它是两个外部实体 一个是房主 一个是学生 中间是一个系统 学生住宿服务系统 那么我们先不积规看这三个图 先看这个实体有哪些问题 问题 问题一 数据流度一 缺少了医疗数据流 缺少了医疗数据流 请割出此数据流的起点和终点 并采用说明中的词汇 割出此数据流的名字 数据流度二中缺少了 与查询房屋加工相关的数据流 请指出数据流的起点和终点 数据流的起点和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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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不要丢掉任何一个条件 另外就要使用我们前面所讲的 副图和指图的平衡的原则 以及数据手痕的原则 在我们这道实际当中 所割出的分人数据流图 描述的是个学生住宿系统 在迷目的说明部分 已经对系统的功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并且介绍了房屋房主学生是如何进行交互的 所以这个数据流图 所以这个数据流图 只是把这些描述 转发为直观的图形的形式而已 所以这个问题一当的就要问我们 在这个图当中啊 这是第一个图 这是第二个图 这是第三个图 现在这个第二个图当中 它缺少一条数据流 并且告诉了我们 这条数据流 在第一个图当中也没有画出来 在第一个图当中也没有画出来 这是图一 这是图一 这个图一缺少一条 图二也缺少一条 在这里缺一条 这里也缺一条 这里也缺一条 所以这两个图当中都缺数据流 所以就不能使用 负图与指图的平衡原则 因为你不知道哪里的缺 应该缺的 应该都缺 不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条实体 因为顶真数据流图 它没讲缺少 这就以顶真数据流图回标准 把顶真图和顶真图对比 然后再拿顶真图和一真图对比 但是现在这里 在顶真图当中就缺少数据流 所以没办法使用 负图与指图的平衡原则来进行对照 所以我们只能 从题目的说明部分 来寻找线数 因为前面也提到了 分成数据流图 是可以和系统的说明 一一对应的 所以我们根据说明 来查找应该要有的数据流 那比方说 前面的描述当中 像每当房屋信息发生变化时 房主要通知系统 是吧 像这样一个描述 那就应该要有数据流 更新房屋信息 来向对应 而这个房主 向系统中加入可租用的房屋信息时 那就表明 房主可以向系统添加房屋信息 所以这个描述 就与添加房屋信息向对应 这么学生信息这一颗也是一样 都可以根据我们前面的描述 来一一对应的 来找到他所需要的一些数据流 所以按照这种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点阵图中的每一条数据流 与系统说明的描述来相对应 在找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房主 向系统当中加入可租用的房屋信息时 需交了一定的费用 由系统自动给出费用信息 所以这里那个费用信息 在我们这个读当中就没有 这里面应该按按照世界描述应该有 由学生住宿服务系统给房主的一个费用信息 所以这个第一个读当中所缺少的就是费用信息 这个里面叫费用信息 它是由学生住宿服务系统指向房主 指向房主 另外 有些人也认为 这个点阵图 它还少了一个房主的 租车信息的数据流 因为在对学生而言 学生有点学生信息 而房主的话 它没有房主信息 因为学生和房主都要注册 都有ID号密码 但是因为根据这个题目的要求 它只说少了一条数据条 所以费用信息肯定是缺少的数据条 当然根据我们的推理 这里面 这个房主的信息 它也是缺少的 其实这个题目 这还是缺少一条的 还有一点就最关键的 就在定阵图当中 从添加房屋到房主文件 到房主文件 到房主文件 新房主 那不就要注册的吗 这就说明了 添加房屋 这个加工 它还可以添加一个新房主 所以说 在这个添加房屋里面 就完成了新房主的注册 所以的话我们来这里面 如果再增加这样一个数据流的话 那就多余的了 这就多余的了 所以根据从定阵图和系统描述来看 这里应该有一个房主信息的数据 但是在定阵图当中它是通过这里面来的 通过添加新的房屋 到房主文件这里有个双向的 所以有个新房主在这里 就表示通过添加新的房屋这个数据流 来达到房主注册的信息 所以整个系统只缺少一条数据流 就是学生住宿服务系统到房主 那么问题的第二个部分 数据流通也缺少了医疗数据条 并且明显的告诉我们 是与查询房屋相关的 那么查询房屋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 就明显告诉我们 与这个加工相关的一个数据条 少了 所以查询房屋信息 主要是学生来查询 可哪些房屋是可以租的 算是这样一个情况 它的输入是学生的ID 和查看房屋的请求 还有这个 一个输出可租用的房屋 这一个数据条 那么系统的房屋出租信息 它是存放在这个房屋文件里面的 只能在这里面的 查询房屋的加工 它只读出了学生的ID 和学生需要查看房屋的请求 它到哪里就查了没有啊 它没有东西可查 所以就应该缺少一条 从房屋文件 到查询房屋的这样一个数据条 读出数据过来才能进行查询 那么第一位就是看这个安排灰面 根据系统描述 安排灰面 是学生看中了哪一个房子以后 就要发出一个灰面的信息 由系统安排房主和学生进行灰面 那么根据这个问题 安排灰面加工 主需要写录灰面文件以外 还需要访问哪些文件 它主书写录灰面文件以外 还需要访问哪一些 这是写进去的 这是写进去的 那么就还有哪些输进来的 那么就还有哪些输进来的 灰面信息就包括时间 低点 以及灰面双方的基本信息 这在这里面写了 包括灰面时间 低点 以及灰面双方的基本信息 系统将记录灰面信息 而刚才记录的灰面信息 就已经写录到灰面文件里面来了 这是这个输出 这另外就还有几个 时间 低点 还有基本信息 那么其中的灰面时间和灰面地点的话 可以根据系统的一些规则 有安排灰面这个加工自动生成 但是双方的基本信息 它是不能自动生成的 所以应该要从有关文件当中取出这些信息 而房主的信息是在房主文件当中 学生的信息是在学生文件当中 所以需要雕出这些信息的话 安排灰面这个加工 就必须要读取这两个文件的数据 所以也就是说 安排灰面 还要访问房主文件和学生文件 从它里面有数据进来 是这种情况 那么最后一个题目 也是数据支点 也是数据支点 要补齐 登录信息等于学生ID加上密码 那么注册信息等于什么呢 这就等于写哪些信息是注册的时候需要提交的 哪些数据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因为题目当中就说明了 系统分配的唯一声文标识和密码 系统分配的唯一标识和密码 所以在注册的时候 它就不需要写这个声文标识和密码 那是系统自动分配的 所以注册信息就应该包括姓名 现在的住址 电话号码 出生日期和性别 所以也根据数据支点的表示方法 那么注册信息等于 姓名再加上 先注册加上电话号码 加上出生日期 再加上信息 这样一种形式 所以相对而言 这一道试题它的特色 特色 就在于 顶真数据流途 缺少了数据流 顶真数据流途一旦缺少数据流 就不好使用 幅度与止读的比例很远 因为从第一个幅度 就是不坚全的 难以进行对比 它有特点在这里 第二个特点 就是这道试题当中 还具体问到了 哪些加工应该要访问哪些文件 这就是要根据 这个加工所需要的信息 也就是它有哪些输入 才能产生相对应的输出 我要去面粉 那么我肯定 我要去面条 肯定要进面粉 我要出面粉 肯定要进小麦 这是这样一个过程 在我们这个题目当中 安安白灰面 它出的是灰面信息 而灰面信息 包括时间 低点 双方的基本信息 时间低点 可以由系统产生 而房住和学生的基本信息 就分别在网住文件和学生文件当中 所以在房住文件和学生文件当中 来取这些信息 这是这道列迪的一个典型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列迪 这是2006年5月的第一个实体 某个学校建立了一个网上作业提交与管理系统 基本功能录下 第一 账号和密码 林口老师用账号和密码登录系统以后 提交所有选客学生的名单 系统自动会每个选客学生创建登录系统的账号和密码 第二是作业提交 学生使用账号和密码登录系统以后 可以向系统申请所选课程的作业 系统首先检查学生的当前状态 如果该学生还没有做过作业 这种数据库服务器申请一份作业 若申请成功 这显示需要完成的作业 学生 是在线完成作业 单击提交按钮上交作业 第三是在线批阅 系统自动在线批改作业 显示作业成绩 并将该成绩记记录在作业成绩统计文件中 这是实体的描述 然后是有关问题 第一个问题 如果将数据库服务器 db作为一个外部实体 那么在挥制该系统的数据丢读的时候 还应该有哪些外部实体和数据层出 这个实体也是网年当中没有的一个题目 所以我们把它选为典型例题来进行讲解 就问于哪一些外部实体和数据层出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想清楚 其实我们先把这个数据丢读吧 把它画出来 只要画出了它的数据丢读以后 那么它的外部实体 它的数据层出 或者叫文件 就很清楚 所以根据系统的描述 我们可以画出它的顶层数据丢读 一个是老师 一个是学生 然后就是网上作业提交 所以根据系统 根据系统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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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整个系统的外部实体 是老师和学生 那么究竟老师和学生又是怎样来进行交互的呢 这么看第二个描述就知道 学生 他可以向系统申请作业 如果学生没有做过作业的话 系统就向数据库申请作业 当申请到作业以后 系统就显示作业给学生看 而学生打完以后再提交作业 所以我们根据这样信息的话 我们对这个数据流途再进行完善 他们就得到这样一种结果 从学生选作业来看 他首先 是提出作业申请 作业申请到哪去申请呢 他在数据库里面去申请 就看学生做过这个作业没有 如果没有做过的话 就割除他需要完成的作业 所以他的输出是需要完整的作业 然后在学生做作业 就给了学生了 学生做完了以后再提交 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第三种描述 他是可以自动判卷的 学生在提交了作业以后 系统能够自动批阅试卷 批阅试卷以后 还能够向学生显示成绩 并且将成绩记录 存在着作业成绩统计文件当中 这还有一个文件 叫作作业成绩统计文件 这里面 要把成绩记录在这里 从整个来讲 我们根据实体的三个描述 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数据条图 那么有了这个数据条图以后 再来解答问题 就很显然了 因为第一讲 除了DB以外 还有哪些web实体和数据存储 那么显然就是还有老师 有学生 有作业成绩统计文件 这就是问题一 问题二 根据说明结合问题一的解答 指出 在该系统的定真数据条图中 应该有哪些数据条 先采用说明中的词汇 可以割出这些数据流的起点 终点以及数据流的名称 要么来填这个空 所以这个点这个空的话要求要根据 根据题目当中割出的一些描述 而刚才我们已经 对顶人数据流图进行了一些介绍 所以在这里来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看 终点是网上作业提交于管理系统 然后数据流的名称是作业生性 那么起点是什么呢 就是谁来申请这个作业呢 那当然是学生是不是 是学生 来提交作业 那是来申请作业 作业生性嘛 然后是谁提交的作业 当然是学生向这个系统提交作业 然后这个是需要完成的作业 需要完成的作业 根据我们刚才这种情况 它有两种 一个是有这个系统向学生 一个是有DB向这个系统 而根据这个空的话 是要我们点终点 点终点 是终点的话 提交系统 这个提交于管理系统 中间一个是学生 中间是学生 那么一次内推 这也是一样的 像这个作业申请 作业申请有两个 一个在这个地方 一个在这个地方 中间是管理系统 那么起点 就是学生 学生向管理系统申请作业 而起点是管理系统 那中间是谁呢 中间应该是DB 中间是DB 学生向系统提交申请 系统向DB提交申请 是这样一种情况 然后再还有点数据的可能 这里我们先不管它 然后这个是选客学生名单 中间是管理系统 那么这里肯定是叫老师 就是老师 向管理系统提交 选客学生的名单 然后这个一个数据就是账号和密码 账号和密码 都是向管理系统作为重点的 那当然就是老师 学生 这个可以交换的 学生老师都可以 所以剩下的就还有第八条 第四条 和第六条 所以根据前面的我们所画的这个图 我们就可以找出来还有哪一些没有 我们这里整个有多少条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 总是八条 所以这里是十条 还有哪一些呢 根据系统的描述 人口老师用账号和密码登录系统 账号和密码已经有了 提交所选学生名单 提交名单也有了 系统自动会每个选个学生创建 登录系统的账号和密码 这个没有吧 是吧 系统自动会学生创建 那么起点是系统 学生是终点 起点是系统 学生是终点 然后可以在这里 可以点在这里 这是起点是系统 学生是终点 数据的名称是账号和密码 这是补充这一条 反正就是一个一个的 从实力描述来进行对议 然后学生使用账号和密码登录系统 这已经有了 像系统申请 首选课程的作业 申请作业 也已经有了 系统首先检查学生的当件状态 这个没有 是不是 系统检查当件状态 我们刚才没有讲这个数据条 所以说 这个起点是系统 中点是学生 检查的状态 如果该学生没有做过作业 这种数据库当中申请一份作业 申请作业已经有了 然后申请成功了的话 那么就显示需要完成的作业 学生在线环境作业 它单级提交 就是提交作业 这提交作业已经有了 需要环境作业 有两条是不是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一条 所以是一个一个的去对应下来 我们就可以得出 这个实体的一个答案 相对来说的话 这个实体是很简单的 因为在这里面 我们不能把这个图 和这个实体描述写在一起 所以肯定看起来 觉得比较繁琐 其实如果这个我们这个表 就这个表 和这个描述放在一起的话 那就很简单了 就是一个一个的动作 你就看哪一些是完成的 像我们刚才讲了 这就是一个数据流 这是一个数据流 这是起点 这是终点 这是数据流 提交所选 选客学生名单 这是一条数据流 是选客名单 也是Link老师的起点 像系统提交 系统是终点 那系统自动为每个学生 创建登录系统的账号和密码 这是一个数据流 那么起点是系统 终点是学生 数据流是账号和密码 一个一个的这样去分析 就能够把这个表格 挂在连圈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 根据数据流毒的设计原则 阅读鲁西亚朵所示的数据流图 找出其中的错误之处 所以这虽然也是要我们找出某一条数据流度的错误 但是跟其他事例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 这纯粹是一个形式上的数据流途 而不是在某一个系统的背景 在描述的情况下 跟我前面第一和第二 都各出了某一个系统 来根据系统的描述 来找出 流逐章中的有些错误 而这道试题 纯粹是考数据流途的设计原则 也明明告诉你了 要根据原则来找错误 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图图 有五个架构 两个外部实体 三个数据乘出 那么这里有哪些错误呢 事实上这个题目当中有五个错误 当然从我们约卷的情况来看 很少有学生 有考生 能够把这个问题解答完整的 基本上能够指出一到两条 但能把五条全部指出来的很少 要根据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数据流途的设计标准 来回答这个问题 来找出它的错误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数据守护的原则 实体与实体之间 是不能有数据流的 而在这个图形当中 实体A和实体B之间它有数据条 所以这是不对的 这里不能有这个数据流 我们的数据流必须得与加更有关 我们一定要记住了 数据流必须与加更有关 也就是说实体与实体之间 是不能有数据流的 乘处与乘处之间 也不能有数据流的 实体与乘处之间 也不能有数据流的 这个我们前面叫原则的时候 就已经讲了这个问题 所以讲这个数据流是不正常的 这个数据流也是不正常的 也是不应该的 实体与数据乘处不能有数据流 那么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呢 因为他们只有一张数据流通 所以就不存在平衡原则了 那就复途与指途的平衡原则 在这里用不上 但是我对某一个加更而言 它的守恒原则还是可以用的 你看我们加更2 对加更2而言 它输进去的是热 输出来的还是热 这就违反了一个守恒的原则 对一个加更而言 它的输入和输出的数据流的名字不能相同 因为输进来的是热 输出的还是热 那还加更什么呢 就没有其他加更的作用了 所以这里也是不对的 这个也是不对的 输入和输出的名字不能相同 然后我们再看 加工事 加工事有两个输入 一个是鸡一个是批 但是它只吃不出 只有面粉没有面条 所以这也是不对的 根据数据守恒的原则 任何一个加工 它必须得有输入有输出 有输入有输出 而这个加工事它只有输入没有输出 所以我们假设是这个P是错误的 应该要换个方向就对了 但是这样一来 加工5它就没有输出了 是不是 加工5它也没有输出了 而如果这个方向不换的话 这样输进去 加工4有错误 那么加工5也有错误的 它没有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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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据也不是守恒的 它无中生有 没有输入就有输出了 所以这也是错误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在这个数据流度当中 就有这样一些错误 所以只有一张图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 不存在 使用附图与指图的平衡原则 所以主要是使用 数据守恒原则 所以数据守恒原则 就指 任何一个加工 必须要有输入 要有输出 实体之间 不能有数据流 实体和数据乘出之间 不能有数据流 乘出和乘出之间 不能有数据流 一个加工的输入数据流 和输出数据流 不能完全相同 就这几个原则 我们是要掌握的 所以经过这几个点心列理的讲解 我们应该能够掌握 有关数据流图 所考察的一些基本问题 第一个是缺少数据条 第二个是指货错误的数据条 第三个可能还会考哪些数据条 是多余的 像这样一些问题 都是根据两个基本原则 一个是复图和指图的平衡原则 一个是根据加工的数据守恒原则 另外所考察的一类问题 就是问哪个加工需要访问哪些文件 所以这就需要根据加工的输入信息来进行确定的 那输入信息没有确定 你怎么知道访问哪些文件呢 是要追踪到它输出了什么 它输出的 是面粉 那么它输入的是小麦和大麦 因为根据面粉可以反向追踪 它应该要输入什么东西 做成这样一来的话 就得出了加工应该要访问的文件 当然访问包括读和写 读就是输入 写就是输出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数据字典进行完善 完善数据字典的描述 主要考察的是数据字典 我们前面所揭出的 那几种符号的表示的含义 以及根据实例描述 找出某一个条目 所应该包含的信息 所以这相对来说 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 掌握了这些基本原则以后 其实每次考试情况来看 这是万变不离其中 都是考的同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首先就讲了这个问题 数据条度设计实体 没有掌握原则 就很难搞清楚 很难做的对 一旦掌握了这些基本原则 数据条度实体 就是送分的实体 我们一定不能把它丢掉 那么我们这一讲 就到这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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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